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尊地悲 乾坤已定 所以阴阳为道 易经是天地 法则不可毁 到底我们毁了天地法则才会变成这样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这一个月到底发生了多少恐怖的大灾难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可怕 真的是太惨 人类的浩劫吗 我们来看一下 两周下三个月的雨 这是哪里 四月到五月间 大约短短两周的时间 巴西降下大雨 使得巴西最南端的一周 南大河洲遭受前所未有的洪水 这个洪水淹没了一大堆的房子 你看吗 吓死了 有超过65万人被迫疏散 65万人 然后是巴西有史以来最严重记录 也是每周过去14年来最大的水患 巴西曾经一年可能就换过一次这么大的水患 但也没有这么大 它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次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惊悚 来我们看一下 是天灾也是人祸吗 巴西又大又急又下不停的暴雨的雨势 其实跟我们在台湾遇上的夏天的雨季 或台风的暴雨强度 其实都起不相当 17级震风很可怕 那个暴雨这两天台湾应该感受到了吧 那个忽然间乌云蜜雾如狂炸 然后呢好像那个手榴弹一样一直炸下来吓死你 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只是台湾人随时对我们面对天灾的准备 而巴西民众普遍不会有这样的预期心理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是一个很嘉年华的那种 那种乐天的 台湾人比较谨慎一点 台湾人会比较呢 小心 因为我们台湾就在海岛型的国家 所以呢不管是天灾啦 地震啦 包括呢台风啦 暴雨狂风啊这些我们都是经历过很多很多 无数次的灾难 所以呢台湾人比较谨慎一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灾机率增加一倍以上哦 根据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研究呢 这种强降雨导致整个城市呢 以及重要基础建设被摧毁的事件 是每100到250年才会发生的极端罕见事情 结果呢今年发生了好几次 但如果没有因为人为因素应该会更低 科学家估计巴西南部呢 发生如此事件的几率提高了一倍以上 更剧烈的激烈也提高了到6到9个% 所以呢有很多地区一样是暴雨哦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来我们看一下呢 30年来最惨的洪灾 很多孩子还没出生呢 现在30年以前啦 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几周以来呢全球各地 纷纷传出极端气候造成的天灾 一起救世呢发生在德国 德国西南部呢连日豪雨导致河水暴涨 从50公分一口气上涨到350公分 街上成了一片汪洋 德国总理呢肖子亲自前往灾区市场 而这也是当地呢 德国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2022年呢Coding Nighting期间呢 德国绝美的风景区也是呢遭受大雨侵袭 结果呢绝美风景区变成了废墟 我们继续看哦 中国自灾暴雨 中国南方近日遭遇暴雨袭击 尤其是广东跟美洲 很惨啊 真的是惨到暴 它是年年换水灾哦 而且呢洪灾非常严重 当地倒塌房屋有1436栋 被洪水冲倒的房子有1436栋 受损的有1451栋 绝对不是那种 你知道现在都是钢筋水泥 钢筋水泥都可以冲倒 你想想看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倒塌的全部有1436栋 受损的有1451栋 加起来是什么 2800多栋 近400公里公路受损呢 通讯中断 多个城镇成为孤岛 怎么救呢 广东籍福建呢 因蚝雨酿山洪山崩 造成至少9人死亡 数十人被困或失踪 其实不止9个人死亡 据我所知已经有几十个人死亡 来接下来 印度蚝雨洪灾 印度东部呢 6月13日多个地区爆发洪灾 看到了没有 天啊 这整个呢 连树根都被拔起了 那个洪水有多大的力道 来 道路跟许多民宅被淹没了 电力和手机讯号全中断 河岸边及低洼地区灾情尤其严重 居民哭诉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惨到爆 真的 很惨很惨 土石流呢 至少夺走六条命 其实他们现在的估计是 死亡好几百个人 来 另有2400名游客 因为连外交通阻绝而受困在当地 根本出不来 好 像这种情况的话 会不会断粮呢 有可能 来我们继续看 热到蚊子都消失了 什么地方可以热到蚊子都没了 印度近期呢 遭遇严重热浪迁徙 5月29日52.9度高温 怎么活下去 52.9度 那个水泥地都起泡泡了 蹦蹦蹦蹦蹦 好像你用那个薄油缸浇下去 那个蹦蹦蹦蹦 那种声音都会出来了 太惊悚 写下印度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 连日逼近50度的高温 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 不仅日常供水严重受限 截至目前为止 印度全国因为炎热死亡 人数也升到211人 这几天还有 这是5月29日 现在是6月20日我做节目 到底死了多少人 应该三四百人有了 来接下来 印度怀火车相撞 怎么这么可悲啊 干旱 热道暴 大洪灾 然后火车相撞 连续性的这种恐怖景象 一一搬上他们的生活当中 6月17日上午9点左右 印度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货车列车撞上干层张家特快车 更直接钻到特快车的下方 导致后方四个车厢都脱轨了 更连根翘起卡在半空中 倾斜快要30度 造成9人死亡 60多个人受伤的惨剧 一桩接一桩而来 是连续性的 这是什么样一个世界啊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吧 这都是事实 生活在我们眼前的一些可怕的灾难 来 接下来 斯里兰卡的洪灾 南亚斯里兰卡最近季风加剧 倾盆大雨造成全国有20个地区 包括首都可伦坡在内都遭受严重影响 富汶地区河流水位一夕之间上升 淹没民宅道路跟田地 房子没了 田地也没了 民宅也没了 道路也不见了 甚至引发土石流灾区民众苦不堪言 至少有16人因洪水或土石流等灾害理难 全国有超过一万两千栋房屋受损 像这种情况是不断不断的每天在上演当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哪里 已经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国家结束 可能中部发生 可能北部发生 也可能在南部发生 所以呢 看似别人发生事情 我们要有心有病癖 台湾的下水道到底好不好呢 到底疏洪的状况可不可行呢 还有 我不知道这些下面的下水道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山洪爆发加火山泥流 印尼 印尼一直在发生火山爆发 不断的火山爆发 有好几个地方 根本没办法住人了 上个月到现在 都不知道有多少次爆发 来 印尼西门达纳省的 5月11日晚间开始呢 连续下来几个小时大雨 把当地火山灰跟岩石冲下 道路跟房屋也都被大水淹没 超过100栋房屋受损 因为基础设施受损 居民难以找到钢溅水源 至少44人不幸罹难 15个人失踪 就50几个将近60个 应该还在攀升当中 因为呢 这一次的灾难相当大 而且呢 那些石灰岩呢 喷到天空 再被大雨冲下来 你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情境呢 只要走到外面 你全身都是黑黑的 来 我们继续看 美国佛州暴洪灾 美国佛拉里达州南部 受到强烈暴风影响了 6月12日开始降下暴雨 美国家气象局警告 四个郡呢 将出现危急生命的洪水 有四个地区 是有生命危险的大洪灾 促使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中药机场 美国际机场 勞德代宝机场 已经有超过600架航班被取消 你们要到印度 要到妈咪或者 这是在美国 到印尼 还有刚才讲的那几个国家 请大家 中国大陆广州眉山 大家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洪灾加上干旱 不是你热到死了 要不然就是洪灾呢 把你冲走了 你们要出国的朋友 请大家注意了 来接下来 热穹灶顶高温飙 美国将迎一连串的极端气候清洗 周末南加州已爆发野火 烧掉将近1万5千亩的森林 截至美西时间 在星期天的晚上 就16号的晚上 仅2%的火势受到控制 官员警告南边社区居民 一旦火势往南推进 就要准备 随时要撤离家园 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房子可住 接下来 到底这个世界是真的去毁灭边缘吗 这是很多国家 而且很多地区 不是单一事件 来接下来 飞机最匪家门口 今年 我不是讲吗 要特别小心飞机 吊飞机 吊飞机 气流太乱了 新加坡航空 很多航空 烧地阿拉伯的航空 非常多的航空公司 包括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 一大堆一大堆的航空公司 包括美国都有 太惊悚了吧 在半空中 忽然间往下降 然后有人在机上就这样走 那整个乱成一团 在飞机上乱成一团 大家哀鸿遍野 来我们继续看 在当地时间6月7日上午 美国科罗拉多州 金船一架飞机 坠毁在别人的住家 过程中还撞毁不少树木 并在坠机时起火 消防人员感到立刻 将四人送医 而民宅主任表示 当时突然听到爆炸声 还以为房子要塌了 让他们惊吓不已 来跟我们大圆空难很像吧 大圆空难呢 几十年前的大圆空难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飞机飞飞飞 飞就在大圆空 整个掉下去压毁的民宅 坐在家里都有事 你以为坐在家里就没事吗 你看这也是一样哦 来我们继续看哦 太可怕 智利豪雨酿灾 连智利都大灾难了 南美洲智利豪雨成灾 数百位居民被迫撤离 一间房屋因为地基掏空 滚落山坡面目全非 根据官方统计 洪灾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 来大家加一加 干旱的 洪灾的 暴雨的 这几个国家加一家 到底几十万人百万人 已经无家可归 上百万人哦 应该有 还有呢火山爆发 火车相撞 等一下后面还有 来我们继续看 末日夜夜高温 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仪式 再次酷热高温下展开 根据当地气象资料显示 麦加气温已标破摄氏50度以上 摄氏50度不是华氏 华氏跟摄氏不一样 大家听清楚 好 17日更测的 51.8度的高温将近52度 造成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 不幸很多人死亡 根据外媒统计 目前有922人因酷热致死 将近1000人 应该现在热衰竭的超过1000人死亡 更有多达1000人失踪 那等于是2000人 大家知道吗 这个在麦加 伊斯兰教的麦加朝圣 朝圣是全球的人都去的地方 所以你去旅游吗 你去挤破头去朝圣吗 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来我们接着看 全球环境污染家具 环境污染日益恶化 人为破坏 战争皆是元凶 泰国最近正值雾霾记 而农民破于生计焚烧土地耕作 更加聚空污 烧那些草当肥料 是吗 然后呢 加煞原本呢 民生物资集处于处处受限 近期以哈战争 让当地的土壤水和空气污染更为恶化 战争下来的那些战火 都是什么 生化武器 你房子被摧毁 你土地呢被炸了 那里面都是生化武器 他还可怕了吧 炸弹本来就是呢 被摧毁很多人 很多房子的 很多物件的 他一旦掉到土地里面的时候呢 那个地方根本很难种植 新加坡两艘轮船在圣陶沙附近相撞 海域不满厚厚的油 新加坡也出事 人类没有照着呢 这个天地轮回在走 所以我们现在受到的因果报应 真的很惨 来接下来 气候形态已经改变 华尔街日报引述世界银行数据表示 到2050年全球将会有2.16亿人口 面临更极端气候的事件 很多人没有地方住 很多人争水源 很多国家开始要打仗 引发世界大战 不用到2050年 我先跟大家预告 我说在2030年就会开始 我之前做了一篇节目呢 我说2030年是一个循环点的开始 这个循环点的开始呢 会非常之惨 人类的生活困境呢 面临到互相撕杀 来 由于洪灾 海平面上升或干旱等等 被迫迁离家园的人类呢 一大堆 就像动物在迁徙一样 格林兰的冰融快速的溶解 吓坏了科学家 而人类呢 还在做着白日梦 没有赶快挽救这个气候的危机 还每天呢 争相要赚大钱 你逃去哪里啊 你再有几十个亿 几百亿 你逃去哪里啊 没地方居住啊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形态的话呢 人类应该要犯公自行 上半年的世界大动荡 下半年呢 气候凝略着全球的人类 这就是我们现在 处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人在追求名利之外呢 有想到什么 地球被人类蹂躏到什么地步呢 为了钱 不顾一切的 蹂躏了这个地球 它现在在反扑人类 气候正在反扑人类 马亚逊的雨林也被烧毁了 还有另外一个雨林 现在也被烧毁了 它是呢 地球之肺 肺部的肺 地球之肺都没了 你想这个地球会活着吗 不能呼吸了嘛 那人类还想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吗 太困难 好好的爱护地球 什么高峰会 什么经济会 都没有气候协定来的重要 要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地球 唯有先拯救我们居住的地球 希望大家爱地球 好 请加入海洋老师的Facebook 林海洋全球开运粉丝团 这是我的LINE 林海洋老师官方LINE ID 小老鼠A2736300 好微信的朋友呢 如果不能加到我这两个的话 加到微信 我一个礼拜大概会看一次 不要选我太慢 我最近也真的很忙 SKGENNY888 海洋老师皇家命理学院开课 来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加入我的命理学院 谢谢大家 还是要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 阿弥陀佛祝福大家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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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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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